今天七夕七年节要送老婆什么礼物啊 七夕七年节你可以得到一份礼物 你想要得到什么 你好我是陈哲宏 目前在高工区木炸公务段 事故处理小组上班 因为我们出去一定是三台车五个人 要同理合作 要尽快就是安全的迅速的把工作处理好 我们这边大家生活在一起都很愉快 高速公司吃这么快 接着通胞啊 狗跑到路上啊 或是你要去捡路上的东西啊 你会害怕啊 那虽然说不是在救难的第一线上 可是你知道有时候相对性 它威胁性还是蛮高的 我们这边是24小时上班制 如果白天帮我 大概早上四点多起啊 晚上家人聚在一起 他已经要准备去出门 到隔天早上 你出门的时候他还没回来 但是后来他就是规律 在这个时候来讲我觉得这样也好 有啊 就电电话游览车翻车事故 那个我们也大概处理了五六个钟头 然后交班是后来是那个吴主任 叫下一班的人开车上去在上面交班了 不然就下不来 上次有游览车翻车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可能在休假或什么 或是说大家都要互相去支援 大家同理心嘛 碰到说大家就是互相帮忙 还有一件事 随你放几车 吃鸡喝酒 撞到内侧 后侧往边坡冲 结果他的助手 因为这样子往生 实际下来也痛哭流涕 我们才知道他因为酒驾 高速部门大都在开车 速度很快 不是说你现在酒驾了这么多 你当晚上开始工作的时候 碰到就是酒驾根本看不清楚 你会发生事故 一定都会有 你会担心啊 担忧是一定会啦 但是他们也会提醒说 我们自己要注意自己本身的安全 了解是了解 但是 领不了就是还是会担心 老公 老公 谢谢你 这三十几年对我的抱荣 虽然你也记不得我的事 只是 你也记不得我们的结婚今天日 但是你陪我去做 愿意做的事情 其实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很大的礼物了 老婆 今天我要借这个机会 跟你讲 我们已经结婚三十四年 很感谢你对我家人的 爸爸妈妈 及小孩的照顾 工作上 母后顾之佑 谢谢你 谢谢你 今天 我要跟你说一声抱歉 我们结婚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记过你的生日 但是今天在 尽管 这个见证下 我会把它写在记忆本上 好好的补偿你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要呼吁 各位司机 不要喝酒 别喝酒不要开车 这样子 我也要不怕 我会把这个 我对我来说 不要喝酒 我太不喝酒 我来说 谢谢你